你们是 我们是从玉州来的兄妹 来京城投奔亲戚 时之道碰到了劫匪 就在村外的 浙沽山上遇到的 你们怎么会走浙沽山啊 那山上的山匪劫道 可是十分嚣张的 我们失败敌人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哥为了保护我 被人狂揍了一顿 我们从那逃下来之后 一天都没吃没喝了 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一晚上 这 我们身上也没钱 就只有这个还值点钱 求你了收留我们一个晚上吧 这簪子太贵重了 你们进来吧 不就一个晚上吗 没关系的 不用你们给钱 进来吧 是啊 你们也不容易 快进了吧 来 多谢 谢谢 请 你这戏演得可以啊 挺能唬人啊 我怎么演得过你啊 神口铁蒜 我要是演得好的话 能被你识破吗 哎 不过说真的 要不是你提到这浙沽山 他们也不会这么快相信 行了 行了 走了这么远的路 你们一定饿了吧 来 先喝碗粥 我们家那个在厨房里 给你们弄点配粥的小菜 你们能收留我们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还 两碗粥而已 没有什么的 哎 对了 你们姓什么 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好了 别装了 你们是什么身份啊 我早就猜到了 你们是私奔出来的小夫妻对吧 别害羞 当年我家也逼我嫁人 后来我就和我相公私奔 留在了这里 是以今日一见到你们 就猜到是怎么回事 这才让你们进来的 大婶 我们 是 我们就是夫妻 那什么 我娘去世的早 大夫人老是欺负我 我爹又不管我 还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原外 做第八方姨娘 我受不了了 所以就和她私奔了 然后呢 我就想找我表舅 她就在胡家村 她叫什么呀 胡 胡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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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是村里王老太太家的儿子吗 现在在京中当武座呢 她很孝顺的 逢年过节都会回村 她住哪儿 你们离开我家 沿着外面的石子路一直走 会看到一个院子 那就是了 那我们先放 都这么晚了 老太太肯定休息了 你们明早再去 不过得委屈二位 在我们家炕上将就一晚上 好了 你们先休息吧 我去给你们拿一床被子 一床 是啊 这天还没冷到 要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吧 我 我就问问 爹 相公 怎么样 听娘子的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我就坐这儿 你先休息吧 你赶路一天也累了吧 这都不算什么 你快休息吧 这是女儿家衣服上的抽丝 前两日 才让他们洗过 可能是府内侍女 不小心弄上去的 哦 你很在意啊 我就随口一问 你很在意吗 我就随口一问 你很在意吗 我就随口一问 有一队人马在靠近 有一队人马在靠近